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网上我看经常有人 特别是新来的人 提到说石涛就过来翻墙看你新闻 别在那装身弄滚的 别弄弄 别弄弄 我们说个概念 咱这个肉就这块肉 对不对 这是我修炼当中学的 可是还澄清那句话 非常有限 人家有更深的内涵 我没学懂 我只跟大家分享我懂的这一点 所以一层一层的 如果有山外山 天外天 人外人的话 那每一层在他这一层理解上 在我个人的理解上 可能就是对的 可是从另外一层角度上说 我就是错的 所以声明这一点 那这地方就是细胞或者叫分子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学的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氛围当中 如果我们的灵魂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灵魂 它的物质的粒子 微观于细胞 比细胞更微观 比分子更微观 我们就看不着它 但我们能够感受它 我们知道那是我们自己有这个 但我们看不着它 是因为这块肉太低了 它是细胞 我们的灵魂比我们高 它是可能是原子的 非常朴素 就这么认识 有人说 你给我证明 那你给我把原子给它拉出来一个世界 一个原子这么多 你让个成千上亿的原子连成一片 你能给我连上吗 你给我连上让我看见 你连不上吧 我也看不着吧 原子存在吧 那如果原子是这样的物质结构的话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灵魂 如果是原子构成的话 而我们现在的肉体的细胞 又是分子和细胞的这个概念的话 它们之间不就有联系吗 但分子或者细胞层面的物质本身 却没有资格接触原子 因为它高级 听得明白就算 听不明白 这是我最普遍的认识 最普通的一个理解了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在我的境界当中 我才能理解到 当真正修行的时候 当意识到生命是一层一层 越来越细腻的时候 就懂得尊重自己 尊重别人 就懂得这万物的一切都是生灵 是肉眼凡胎 只知道吃喝嫖赌抽的时候 你就看不明白了 因为你吃喝嫖赌抽抽 和你现在看到的物质的一切 都是沉寂于你最低档的细胞这一层的 粒子构成的物质世界 你没有能力触及原子那一层面构成的世界 但是在你这样的过程当中 却把你的灵魂的一面堕落了 这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我们提到道德的概念 所以才会如果从这点上认识 咱就不太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的观点当中 我就不在乎什么政治不政治 新闻不新闻 我只在乎人性与魔鬼 最新的一篇报道提到这个王岐山 王岐山有这么一段话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央第二巡视组 截止到昨天王岐山说的 再杀回马枪 7月30号 中央巡视组到上海宣布 对不对 进入上海 7月30号 习近平跑到 到了这个这个南京军区 到了驻扎在这个福建的31集团军 那是他的人马 发出狠话 对不对 有人说是对台湾发出狠话 我说不是 是因为是对长江三角洲 对上海发狠话 上海的政法委 在今天的习近平王岐山的眼睛里 一定是导弹鬼 所以你政法委掌控的 无论是武警 公安 国安 我吃不准的时候 我用31军我威胁你 就这么回事 别的都是假的 中共的军队从来没杀过外国人 他没能力 他就会杀中国人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两个半月过去了 对头算80天了 四中全会是10月20号召开的 这活没干完 也就是说 王岐山 习近平 李克强认为的 在他们当初认为的 这些地方的麻烦 实际是低估了真实的情况 才会出现往下拖的 他文章这么介绍 第二巡视组 到了昨天 应该是5号了 他说 向社会公布 涉及到广西 上海 青海 四川 浙江 河北 陕西 黑龙江 四川 以及江苏 十个省市 和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科学院 和医器三个单位 我们都提到说 医器 中国科学院 体育总 那江苏 上海 河北 其实四川 都涉及到江泽民 曾庆红 和周永康 中纪委发表文章讲 一些官员存着侥幸心理 在巡视组进驻后 便颤抖 撤离后 又重新嘚瑟 嘚瑟 这是 应该是地方话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东北话了 瞎嘚瑟什么 对吧 这个这个有些词 就不太好说了 不太好在节目里说了 北京有一些俏皮话 围绕嘚瑟 但是比较不合适 他讲 文章有提到 王岐山在会上强调 巡视过后会再杀回马枪的 这里特别被点名的提到说 四川 江苏 河北 以及包括上海 黑龙江 体育总局 点名的 四川 大家可以说是周永康了 江苏 几次被提到 江泽民 周永康 都是江苏的 河北 河北 河北是这个 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周本顺 是周永康时期的 这个全国政法委的秘书长 上海 那上海 那上海就是人家江泽民的老家了 对不对 那里面他列出来都是一些具体的故事了 我觉得 具体的故事 你就等着 王岐山杀回马枪 这个 我觉得这就表现出整体性 就是说 在他们决定派出第二巡视组 7月29号 公布之后 那到了四中全会 中间这段时间 这个活没干完 发现的问题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所以才会往下拖 感谢观看 inspired by an ancient culture mesmerizing vigorous physicality beautiful a nimble master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Shen Yun presents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experience the divine experience Shen Yun For tour dates and tickets Please visit Shen Yun.com 与此同时 自由亚洲电台有篇 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内容 我觉得是暗含的 暗含的概念很深刻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昂山素姬将在12月份访华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 一位高官4号向媒体透露 昂山素姬将在12月份 对中国进行一周的访问 那分析人士讲 昂山素姬是一个伟大的民主斗士 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 他是缅甸军政权统治50年下 相对最完美的一个民主斗士 抗争独裁体制 而缅甸是最成功的 从独裁的体制之下 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个国家 在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有趣的 他的转型之前 是当时的缅甸军政府 枪杀了缅甸的和尚 震惊了全世界 和尚是修行的人 在暴政之下忍耐不住 站出来抗争独裁者 缅甸当时的军政府枪杀了和尚 这件事情完了之后 现在的缅甸总统 是以当时的缅甸的军队当中的首脑的身份 参加了大选 成为了缅甸总统 当时认为那是一个假大选 而这个总统上来之后 以他强权的概念 逐步为了稳固社会 逐步逐步把社会进行转型 昂山素季成为了 在转型过程中的标志性人物 因为他是一个民主斗士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12月份在习近平成为总书记 成为国家主席之前 就见过当时的缅甸总统 之后他又见了 第二次见了缅甸总统 缅甸是从一个独裁的制度之下 向民主社会转型 最平和最稳妥最安定的一个社会环境 那在香港这件事情呢 还这么扛着呢 那结果最新的消息了 我们只能说最新的消息了 有关香港特首梁振英 巨额款项没有申报 他说庶名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要求对梁振英 曾经收取澳大利亚企业 400万英镑的款项仪式 进行正式调查 那今天呢 梁振英在香港的支持率呢 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新低 看来他没有最低 他总有历史新低了 而香港特首的办公室 发表声明说 这笔钱是属于机密的商业安排 那交易常规的做法 所以无需申报 是一句话 他没有报税 他没有向香港政府申报 对吧 那我就不知道梁振英 信什么 还是不信什么 他要信什么的时候 他进庙里 进道观 进教堂 你说怎么向他的神和主子说呢 但我相信他一定会说 他一定会说 而且有词 你信不 如果他什么都不信的话 不可能 对吧 就信钱 只信钱 只信利益 那也是信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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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ity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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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班